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不知道哪里接触不了 这样子 这是一个双霞凤的 绕色的一个动画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动画里面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现在改变我霞凤之间的宽度 你看到霞凤之间的宽度 越来越宽的时候 那你看到这个是 我们的波的intensity叠加起来 那这个像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像 在底下 也就是这个像 i 是等于i的cos平方二分之八 这个像 所以 你看到每一个 都是cos平方 β的下 那这个 phi角 只跟它的slit有关系 跟它的宽度有关系而已 所以 你非常看到的是 这是一个双霞凤的绕色的情况 那看起来intensity都是一样 那为什么我在黑板上画的intensity会不一样呢 原因是 当我的坡长如果改变的时候的话 那我们看到 不同的坡长 你在改变的时候 进来的坡不一样的话 那你这个intensity也跟着变 所以 我们会看到那个坡 基本上面它其实是相叠加的时候 虽然坡峰坡谷 通通是同一个 在同一条线上面 它永远是相位是异相位的 这是永远是同相位 虽然你的Omega t 随着时间在改变 但是 这个点 跟这个点 它的相位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两个坡 进来的是coherent的坡 所以 以至于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 那个pattern 它的条纹 干涉条纹 它的intensity是固定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呢 为什么我在黑板上画的是 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这是一个绕色的图形 那 这个绕色的图形呢 它就会 我们等一下会讲 它的intensity会随着 你的 这个 整个的intensity 会随着你的 距离而改变 ok 那这个距离的改变呢 当然也跟你的 绕色 当狭缝绕色 你的 这个狭缝的宽度 而改变 那如果 我把 刚刚 我们把 这个 两个 包含这个 绕色跟干涉 两个把它合成的时候呢 那就是我们黑板上画的 那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把 干涉图形 跟绕色图形 都叠加在一起了 你看到 这是两 两个slit的情况 ok 本来 intensity都是一样的 但是 因为 你考量 绕色 又要考量干涉 所以 它的intensity 就会变得 从 第一个 中间的 低端 然后慢慢的 还是会 慢慢的 intensity 会减弱 ok 所以 它同时 考量干涉 也考量 绕色 那 如果你当独 考量 干涉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你的intensity 只是 全部通通intensity 是一样大小的 它不会 因为 你的这个 距离的变化 而 它越来 intensity 越落 但是你把 绕色的考量 进去 它amble 外面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整个绕色 跟干涉 会 叠加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 这个intensity 会改变 这是 这是 最重要的 我们看到的 绕色跟干涉 两种的叠加的情况 那 这个 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好 那 我们在这里 在这一点 在这边看到的 基本上面 这个 全部 通通是 如果我只是 用 我只是画 cos β 那它是 应该是这样子的 cos 平方β 它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 刚刚同学下课的时候 我们说 这个是cos 平方β 但是 我把绕色考量进去的时候 我就会变成 黄色的 这个 这样了解吗 所以 这也是我们考量绕色的部分 所以我们接着我们要看的就是说 你这个绕色的 这个intensity 的变化 跟你 啊 干涉的intensity 变化 怎么叠在一起的情况 好 好 那如果这个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再回复我们 刚刚想象的到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一项 这一项就是 这个tun 那你把绕色跟干涉 那你把绕色跟干涉 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变黄色的这个tun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 这是双小缝的 你可以这样子做 那 如果 现在 你要考量绕色呢 我们说 不要考量绕色 本来是一个slit 这个slit 的宽度是a 当然我现在已经把slit 画得非常非常的大 那为什么我要画这么大呢 我主要的是要把这个slit呢 当成 我现在在这里 可以分成N个sauce 那为什么分成N个sauce呢 基本上面 我们在之前在讲 慧根师原理的时候 我说 任何一个 潜 把它 是一个 每一个 发射出它的坡潜 所以 在这里 我把它 在这里 那每一个时候 它都会发射出它的坡潜 到什么 到我的slit 我要看的slit 的地方 哪 然而 每一个坡潜 每一个sauce 之间 通通会有一个 这个paste的difference 这个paste difference 就是 我们所谓的 刚刚这边 的data 的部分 那我们把这个data的部分呢 这个小的data 那小的data是等于多少呢 小的data 是不是就等于 我这个距离 data x 乘以sin 的c 这c 角 当然是 跟这边 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个c 那因为我已经 这个sit d 非常严的 这是d严大于 a的情况 ok 换句话说 data 除以lambda 就是 我们的 这个 faste的difference 除以2π 那 也就是说 第一个坡 我可以把它当成是 data1y 然后 sin 的omega t 那第二个坡呢 我就要变成是 data1 0 sin 的 omega t 加 我所谓的data1 跟这边一样 这个1 那第三个呢 一样的 这边应该会有 第三个出去啊 ok 这都是平行的 我现在在黑板上 画不出 没有办法画出完全平行 的光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是什么 好 这其实 第三个 就是data1 0 sin 的 omega t 加上 2倍的data1 那你现在有n个啊 n个你要把它加起来 data1 0 sin 的 omega t 加上 1 n-1的data1 你把这几个 全部加总起来 那 换句话说 我们的1啊 基本上面就是 data1 0 summation n 等于0到 total的n 的sine 的sine omega t 加上 i 好 i等于0 加上 i i5 ok 你要把它叠加起来 好 这个叠加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 类似我们刚刚在算 这个 双小凤非手的概念 去叠加 那 怎么叠呢 我说 1n啊 你有n个 10 所以 如果你把 n个加起来的时候 最长最长 这个就是1的n 对不对 但是 现在我们知道 第一个跟第二个之间 它其实 差了相位角 是 data5 所以 我们可以了解到 第一个跟第二个之间的相位角啊 基本上面 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的话它是 其实它有一个 相位角是差 data5 然后第二个跟第三个 直接又插了一个相位角 是data5 那我把相位角 data5 不要画那么大 我们可以看到它 其实是 这样子一直下来的 那如果我把它画小一点的话 就相当于 我把这个 画成是一个圆弧 那 这个圆弧呢 对应的 这个中心点 这个r呢 每一个 每一个小的 这个角度 difference 就是我们的data5 所以 从 这个点到 最后 最上面 这个点 那你把它的 这个角度 整个把它 取起来的时候 我们说 我们说 我们要计算的是什么 我们计算的 就是这个sum 这chotal的sum 这个就是 i shi ta ok 那i shi ta 这是fi j 这也是fi j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beta角啊 也就是说 我们从这里到这里的角度 这个beta角 beta角 跟这边的beta角 这也是一个beta角 beta角实际上就是 2分之1的角 因为这是它的外角 这是一个等 这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ok 所以 这个的值是等于多少呢 这是三角形的底边 这一边的部分 就是等一 1m 这一半 2分之m 的cosine beta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quinal算出来的结果 是 1m 2m 1m 1m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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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樣的 這是β角 好 那換句話說這個就是 兩倍的r 的部分就是 em 除以 y em 這一個是 我看 e c 塔等於兩倍的 em em是這整個 然後 這個是指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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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total是en 所以en就等于r的y角 OK 换句话说 这个长度是en 那这个是r 先要把这个放进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e cta的部分就是两倍的 OK r的话就是en除以phi 然后sine的 β角就是2分之5 OK 那我把它的2 把它放2分之β 2分之phi就是beta 那这也是2分之5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这是beta 这是beta 对不对 所以我其实就是beta分之en sine的beta 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 e cta的平方 就等于en的平方 beta分之sine的beta的平方 它是会随着这个改变的 这个结果出来以后 换句话说 intensity的随着cta角的变化 就是im的平方 然后beta分之sine的beta 它是会随着这个改变的 它是会随着这个改变的 那beta角 beta就是2分之phi 那phi我们已经知道了 OK 就是等于 data的beta total的phi 那么dataphi 是等于2pi datax的sine theta分之λ 那datax等于多少 datax就是我们所有的宽度 你现在分了n个slit 你就把它放进来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就是等于2pi a sinθ 乘以n个lanta 那我的phi 是total的phi 就是n个data 那么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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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